第一点我们当然我们看到说香港这个咖啡市场的所有的competitor 其实有很久没变了 有很大的opportunity去进入这个市场 然后有很大的空间可以让我们compete 第二呢我们也有看到说香港咖啡的consumption呢 其实每年是有双位数的成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